西周历史上,第七位国金周翼王去世后,按照西周敌长子继承的组织,翼王的太子机械,李英继承大统。 可是,老天却和机械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也不知怎的,半路里杀出来一个糟老头子鸡屁方活生生的抢了他的天子宝座。 你说这郁闷不郁闷,好在这个书组还算仁慈,没有斩草除根永绝后患的意思。 不仅对他这个废太子恩宠有加,而且向他许诺,有朝一日,寡人去世,这天子的宝座还还给你,所以自那以后,这机械却也生活得悠哉悠哉,毫不惬意。 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会暗暗哀叹自己多传的命运。 日月如梭,转眼六年过去了,他那位过把天子领就死的书祖鸡屁方,突然死了。 死前,这位书祖倒也信守承诺,一照传位于故太子机械。 世纪,周本纪用一句话对此做了交代。 向王崩,诸侯复立义王太子谢,视为义王。 峰回路转。 本不抱多大希望的人生突然之间迎来最辉煌的时刻。 枯木逢春,再尝尽了人生从高处跌落低谷, 再从低谷高阳至巅峰的鸡屑,恐怕后世历史上,再没有哪一个帝王有过与他同样的遭遇了吧。 废太子时期的阴影,造就了他多以自卑而因日暴怒的复杂性格。 这性格最终酿成了西州开国以来, 君臣之间最惨烈的一次交锋。 在朝中大臣及诸侯们的支援下, 由废太子而被复立为天子, 机械继承皇成孔地表达了他的谢意。 同时内心深处又痛恨他们曾经的背叛。 帝王世纪说, 以王即位, 诸侯来朝, 王将与抗礼。 天子下堂而见诸侯被认为是失礼, 有损天子的权威。 他不是不知道天子与诸侯之礼。 他从小生于帝王家, 很早就被立为太子。 有太师、太父、太保等手把手的教导, 应该说周里那套行为准则和观念早已深入灵魂。 而且从后来, 他对其哀公的所作所为看, 他不仅知礼, 而且特别在乎礼。 其国是西州分封在东方的大国。 首封军是旅上, 他既是周朝廷的太师, 又是东至海, 西至河, 南至穆陵, 北至吴帝, 武侯九伯, 十德征之的东方诸侯之长, 实为政治上的大国。 而且旅上又是武王岳父, 成王外祖, 可以说是天子的外戚。 地位特殊, 其国因地处东夷, 所在地区间继落后, 旅上出风至其时, 其国的生产条件很差, 土壤质量也不好, 很多是严减地, 农作物稀少, 人口也不多, 而且周朝没有像孙丰姬姓诸侯那样, 分配给殷货帆国的旧贵族作为辅助。 经过几代齐侯的军营, 到西周中期时, 疆域扩大了数倍, 人口渐多, 国力富足, 成为实际上的东方霸主, 四川至埃公不臣, 是为齐国第五代国君, 正当西周孝王, 以王之时, 由于齐国的日益强大, 而西周却日益衰落, 此消彼长带来的影响, 让周, 齐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 再者, 齐国远离宗周, 周天子的影响力, 很难渗透到齐国, 王室对齐国的控制力大打折扣。 天子履心, 周一王很想有一番作为, 对于性情敏感, 多疑而又自卑的周一王, 他很想召集一次天下会盟, 来确定其天子之尊的地位, 并力图重振王室尊严。 一王三年公元前884年, 机械提议举行会盟, 召集天下诸侯晋州。 然而朝中大臣却不以为人, 认为此时天下安定, 还内无事, 天子不应该劳师动众, 举行这无谓的会盟。 这让机械很伤脑筋, 以至于静一并不起。 帝王室记载, 三年, 以王有恶极, 天女绝身。 有人认为, 以王并非真的得了恶极, 而是自编自演了一出政治戏, 用以试探诸侯。 不管怎样, 这次生病还是有效果的。 诸侯闻讯后, 莫不并走群望, 以其王身, 纷纷出动前往王都慰问重病中的周天子。 一时之间, 宗舟云集了天下大大小小的众多诸侯。 自然是热闹非凡。 这一热闹, 令以王心情大好, 并竟不治而愈。 然而, 令以王非常不满的是, 作为东方诸侯之长的启国国君, 却迟迟不见踪影, 这缺少了齐军的会盟。 效果必然大打折扣, 天子震怒, 立即派人调查齐军迟迟未到的原因, 结果更令以王失望。 没想到齐国国君知道以王病重的讯息, 却毫不关心。 依然荒淫填游, 史迹所隐, 齐哀宫的傲慢是有原因的。 其一, 齐国蒸蒸日上, 而宗舟血江河日下, 齐国在东方俨然一方霸主。 而宗舟威权不振, 天下诸侯早已经离心离德。 齐二, 齐哀宫是江紫阳的五世孙, 而宗舟是江紫阳女婿五王的八世孙。 按辈分, 齐哀宫是长辈。 齐三, 齐哀宫本人对这位新建座的废太子并不感冒, 反而对齐下堂而建诸侯的失礼行径, 很是瞧不起。 所以当接到周一王发出天下会蒙的闻蝶后, 这位齐哀宫哈哈, 一笑后便将这事儿抛诸脑后了。 而彼时的周一王探知这一切后, 对齐君这种藐视天子的行径, 恨得咬牙切齿, 心里恨恨地骂道, 吕不成啊, 好你个吕不成, 早已在心里起了杀鸡, 决定要杀鸡锦侯, 让天下的诸侯们, 看看周天子的威风。 在前来参加会蒙的众多诸侯中, 有一位同样来自东方的继国国君, 也就是继侯, 他猜透了遗王的心思后, 便成继向遗王越了齐哀宫的很多坏话。 原来这继国与齐国相邻, 齐国的强大让继国寝食难安, 所谓卧踏之策, 岂容他人安睡, 这两国之间历史上也因为领土纷争, 经常兵戎相见。 当周一王时, 曾那继国宗是女为后妃, 这一王便是继国女子作生, 继侯也便是当今天子的的外家, 成了新的贵妻, 在政治风头上, 大有盖过就厚足齐国的势头。 一王发出通牒, 要求齐军立即前往宗州参加会盟。 既然天子都下达了旨意, 浩漫的齐哀宫, 也就不好再推脱不去。 这才拖拖拉拉的从遥远的营修感到搞惊。 然而, 令齐哀宫吕不成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刚进入天子的朝堂, 便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震怒的一王, 下令扔进大顶中喷杀。 这依稀州史上的重大事件, 被司马迁记录入史记齐太宫世家, 哀宫时, 继侯建之州, 周烹哀宫 古本竹书记年记载, 以王三年, 王至诸侯, 烹其哀宫于顶, 其侯屡不沉死后, 藏兴师父进, 是法云, 工人短折约哀, 这个嗜好用在其侯的身上, 真是在贴切不过了。 以王烹杀哀宫后, 并立哀宫的同父义母帝屡敬为侯, 侍卫胡宫, 并赏赐同工, 同使, 以王烹哀宫事件震惊了齐国, 无异于一场强烈的政治地震, 为避免国内反对势力的冲击, 继任者齐胡宫被迫迁都薄孤, 而齐哀宫之死, 既是齐国历史上的大事, 也是齐国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往事, 成为齐国百年来难以磨灭的隐痛。 在这场纷争之中, 作为诸侯的齐国, 不可能将牢头指指周天子, 只能将一腔愤恨, 发泄到继国头上, 以至于齐, 继二国成为世仇, 直到齐哀宫的后人齐请公灭掉继国, 这场长达九世的国球佳恨, 才算彻底终结。